欢迎收看今天的汉天卫视新冠疫情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子彤 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200多个国家蔓延 新增病例数字 死亡人数 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令人触目惊心 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 截至到截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已达到206万3846人 死亡人数为11万5463人 加州确诊病例为14万0680人 死亡人数为4876人 全球确诊病例已达到755万0512人 死亡人数为42287人 我们再来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至到截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68875人 死亡人数为2813人 华人区居住地带感染数据分别为 阿哈摩266人 阿卡扎104人 阿姆蒂812人 孟吹泊208人 罗斯密151人 San Gabriel 179人 城县累计感染人数达到7987人 死亡人数为202人 圣地亚哥感染人数为8837人 死亡人数为305人 和平县确诊人数为9911人 死亡人数为372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国际疫情方面的新闻 专家预计美国9月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 川普总统执意重启大选活动 众议院就警察暴力执法举行听证会 警察改革方案正在探讨之中 疾控中心最新报告显示 大量美国人因新冠错用清洁用品导致危险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200万 死亡人数达到11万2647人 另外据纽约时报统计 随着美国各地放松防疫限制措施 过去14天美国21个州新增病例数上升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州 目前有确诊病例38万0156例 死亡病例3万0500例 此外纽约州 新泽西州 加利福尼亚州 伊利诺伊州和马萨诸塞州的确诊病例 均超过10万 当地时间周三 美国德克萨斯州医院中 共有2153名新冠肺炎患者住院 连续第三天打破了新冠肺炎住院人数的记录 周二 该州共有2056名新冠肺炎患者住院 而周一住院人数为1935人 周一的住院人数是该州自5月5日以来的最高记录 这一记录为1888人 这一趋势将再度引发公共卫生部门和政策制定者 对过早重启经济的担忧 当地时间9日 在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的视频会议上 美国知名流行病学家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关键成员 安多尼福西表示 新冠病毒已经成了他最可怕的噩梦 他指出 新冠病毒传染性很强 仅仅4个月的时间就在全世界造成了破坏 而且疫情还没有结束 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贾哈说 美国的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可能在9月份达到20万起 贾哈周三表示 若不采取强烈措施 美国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将持续攀升 即使保持平缓的发病曲线 当地的死亡人数预计会在9月份达到20万 但疫情不会在9月份结束 他说 我真的很担心 未来几周和几个月的疫情发展 美国每天新增大约2万起冠状病毒病例 一些州府近日的病例激增 贾哈和其他医疗专家对这一现象表示关注 认为这跟政府太早放宽措施有关 当地时间6月10日下午 白宫消息显示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在俄哥拉荷马州 亚利桑那州 弗洛里达州和北卡罗莱纳州等地 尽快重启竞选活动 据媒体报道 由于疫情原因 自3月2日在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之后 川普就没有举行过选举集会 川普的助手透露 总统希望尽早重启竞选活动 川普竞选经理帕斯卡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川普的竞选集会规模将超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近几个月来 拜登竞选活动因为疫情而大幅缩减 但最近几次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已经领先于川普 由外国媒体报道 川普正面临着扭转连任前景的压力 寄希望于全球大流行冲击之后 尽快实现经济反弹 然而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 席卷全美为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卫生专家已经对抗议者感染新冠肺炎发出警告 据环球时报报道 川普2017年1月时就提出了 让美国保持伟大这一口号 并给他注册了商标 去年7月川普的竞选团队开会决定 总统将使用这一口号进行连任竞选 不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进而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形势 使川普失去了连任竞选的王牌 也使让美国保持伟大这一口号变得不合时宜 面对不断变化的局势 这位美国总统最近喊出了多个口号 包括2016年竞选时让美国再次伟大 以及向伟大过渡最好的还在后面等等 相较于共和党内部在竞选口号上选择举棋不定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竞选主题 恢复国家灵魂 美国媒体6日报道称 拜登当天在德克萨斯州民主党视频大会上呼吁 为国家灵魂而战 报道称 拜登希望将德州的38张选举人票纳入囊中 给川普致命一级 拜登5日表示 如果当选 他将致力于国家的团结 促进经济发展 以及致力于人人机会平等 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称 拜登希望让美国恢复到川普当选前的状态 及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拜登想要取得胜利 就必须让美国全国对川普言论和策略感到反感 他还需要将鼓励宽容的声音聚集起来 将自己的竞选活动 变为一场有凝聚力的全国变革运动 汉顶卫视高宁编译报道 当地时间10日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就警察暴力执法事件举行听证会 美国非洲一男子弗洛伊德的兄弟 及其家人的律师出席了听证会 据报道 这是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后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此举行的首场听证会 有12名证人出席 其中一些人将亲自到场 一些人通过电话会议等虚拟形式出席 民主党邀请了弗洛伊德的兄弟 菲尼克斯·弗洛伊德 以及其家人的律师本杰明克鲁普 此外还邀请了立法犯罪方面的专家 共和党方面邀请了三名证人 以及几名白宫顾问委员会顾问 据报道 听证会将审视种族定性危机 警察暴行 以及警察部门与其所服务社区之间的 失去信任问题进行讨论 目前弗洛伊德之死引发 美国多地反种族歧视抗议 示威者呼吁改革警察系统实现种族公证 涉案的四名明尼阿波利斯市前警察被捕 主犯德里克·沙文被控二级谋杀等罪名 另外三人被控协助和教唆二级谋杀等罪名 这是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朝着通过警察改革法案 迈出的第一步 这是对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 5月25日在被警方控制时死亡事件的回应 此外 当地时间8日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人提出了一项立法草案 旨在全面遏制警察暴力执法 特别是针对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过度使用暴力的行为 减少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种族偏见 众议院将在未来几周举行听证会后 就草案进行表决 国会目前的法案并没有包含 把地方执法部门资金转用于社区服务的主张 但是法案包含了一些其他雄心勃勃的措施 民主党人说 这会把美国的警察执法从永世型转向公共卫世型 以下是有关警察改革的辩论议题 以及它们成为法律的可能性 联邦层级的拨款 也就是国会拨出的款项 只占美国各地的地方警察局得到的资金的一部分 地方警察局多数资金来自州和当地政府 即国会有断供的政治议员也不可能全面切断警队的资金 民主党人基本上对这种彻底停止给警察拨款的呼声进行了消音处理 他们转而主张把资金重点转向改进社会服务 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巴斯是国会黑人议员连线主席 他谈到停止给警察拨款的主张时说 我认为这可以被人用来转移视线 这是我担心的地方 我认为这背后的意图是我支持的 那就是这种社区需要投入的想法 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负责民权事务首席助理 司法部长的瓦尼塔·古普塔 星期三对议员们说 通过正面应对这些问题 这些影响到黑色和棕色族群社区的关键问题 这是国会几十年来实质性处理警方不当行为的最为全面的努力 按照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纳德勒周三的描述 法案将成立地方警务特别工作组 并鼓励采纳最佳实践策略 包括佩戴随身摄像机 以及改进对执法部门的培训 纳德勒说 这部一案将使联邦政府更容易成功起诉警方不当行为案件 它将禁止锁喉 终止专门针对某些种族和宗教 并取消法庭制定的那种很有疑问的执法有限豁免权原则 有限豁免权这项法律保护原则 保护执法人员不受民事诉讼 除非他们明确违反了现有法律或宪法权利 废除有限豁免权可能会是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谈判期间最为重大的分歧 众议院民主党人将在下星期进行一次审议听证 这是为议案文本做最后表决准备的程序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 来自马里兰州的斯坦尼霍耶 宣布众议院将在6月22日和6月29日这两个星期返回华盛顿开会 预计将在这段时间就法案进行全院表决 民主党人主控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任何法案 接下来都将被交给共和党人主控的国会参议院审议 但是两院议员审理这项议案的时间都不多了 按计划 参议员在7月的两个星期 8月几乎整月和9月初都要回到本州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的查克舒默说 他担心民主党人有可能失去取得成果的势头 舒默周二对记者们说 我们需要把整部议案递交给全院并展开辩论 整部公正警务法案只做一部分将是我们的独职 其次我真的担心 记得那时会有很多枪支暴力 麦康奈尔说 我们的党团会讨论的 我们会处理的 然后他们从来也没有这样做 我担心这次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国会参议院唯一的非洲裔共和党参议员 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斯科特 正在带头努力制定出一项 可以获得总统川普支持的提案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肯塔基州的麦康奈尔 周二宣布了斯科特的努力 他说我们仍然在与美国的原罪缠斗 我们试图做得更好 但时不时的会让人们清楚的看到 我们离终点线还很远 我认为参议院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 向前迈进的最好方法 就是听听我们自己一位同事的话 他有过这些经历 他自从进入美国参议院后 就有了这些经历 虽然共和党的方案还没有任何正式文字 但是议员们示意 他们将寻求类似的目标 包括终止锁喉的做法 改善训练 但方式与民主党人提议的不同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众议员 在周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有关紧务改革的听证会上 总结了共和党人在解决这项问题上的目标 约翰逊说 从我们目前的立场来看 我们相信最有可能付诸实施的改革 必须把焦点围绕在三个核心概念 透明度培训并开除执法部门中 极少数的败类 他们违反法律 破坏维系着我们法律系统节操的合法性 但一个重大的分歧可能是有限豁免权的问题 在周二的一次记者会上 白宫新闻秘书麦克纳尼特别提到 终止警察有限豁免权属于免谈话题 川普在抗议期间一直发推强调法律与秩序 关键的问题是他是否愿意签署 任何有可能在选举年疏远他的基本盘的法案 从历史来看 美国国会在离选举只有几个月的时候 极少会通过雄心勃勃的法案 不过美国民意在这个问题上有了迅速转变 因此至少解决部分问题似乎对议员们有利 根据民调公司的数据 美国公众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支持增长 在过去两千期内就赶上了过去两年 安定卫视高雄宁编译报道 疫情引发全球各地民众恐慌 这些紧张情绪不仅造成抢购囤货潮 也产生了不少因为过度消毒的连带损伤案例 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布的最新调查中 近四成的民众都承认曾经采取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的措施来预防病毒 CDC为此呼吁民众谨慎之余也应该注意高风险的清洁行为 过去的一项研究指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 毒物控制中心接到与清洁剂相关的中毒案例急速增加 为了解美国家庭针对防疫采取的清洁与消毒实际情况 CDC在5月针对502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一次线上调查 根据疾控中心的报告 美国人对家用清洁剂的认知和使用安全明显缺乏很多正确的认识 但在这项线上调查中 有50%的人相信自己充分了解 如何正确清洁以及维护消毒用品在家中的使用安全 调查问题包括使用家庭清洁剂和消毒剂有关的一般知识 使用态度和做法以及在预防病毒传播上的具体策略等 在采用配额抽样及统计家权之后 CDC认为调查小组成员基本可以代表美国人口在性别 年龄 种族 教育程度等各方面的分布情况 报告显示 这显示出国内的成人当中 对于消毒和清洁用品在认知上有重大的差距 而最主要的差距在于使用前的注意事项 消毒方法以及如何安全地保存手部清洁液 避免儿童误食 从调查来看 绝大多数人都认同 应该在清洁环境的同时保持安全 像是在使用化学药剂清洁房间时应该保持良好通风 或者在使用家具清洁剂后需要立刻洗手 这些产品也应该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问题在于人们的知识存在危险的鸿沟 举例来说 当被问到漂白剂的正确使用方式时 仅有35%的人勾选 不应该与醋混合使用 但事实上 漂白剂与醋的混合可能会产生氯气 会造成眼睛 喉咙和鼻子的刺激 还可能导致呼吸困难 这种错误的自制资讯先前也曾经在网络广泛流传 除此之外 还有近39%的参与者承认 为预防感染 在过去的一个月内 曾经进行可能对健康有害的清洁措施 从报告来看 具体而言 这些措施包括 有19%的受访者承认曾经用漂白剂清洗水果和蔬菜等食品 另外有18%曾经用家用清洁剂消毒剂清洗皮肤 6%曾经刻意吸入家用清洁剂消毒剂的蒸汽 4%曾经饮用或者以稀释的漂白剂漱口 疾控中心也强调 使用清洁物品消毒蔬果 可能会危害到人体健康 包括破坏人体肌肉组织及造成腐蚀性伤害 建议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 这些与清洁有关的危险行为 也为受访者带来了危害 与未报告相关行为的人相比 冒险使用清洁剂的人回报了更多的健康问题 鼻子 皮肤或眼睛的刺激感 头晕或呼吸症状 他们也同意这可能是由错误的消毒措施产生的 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的结论中 CDC也再次呼吁这些做法的危险性 提醒人们错误的清洁手段 可能反而导致严重的组织损伤和腐蚀伤害 人们应该尽力避免 疾控中心的报告 针对地方政府和公共卫生单位 应该如何加强民众对清洁用品的使用安全知识 提出了建议 疾控中心也补充 报告中所提及的数据和资料 将在疫情过后继续作为评估的依据 确保民众对清洁用品的使用知识正确 CDC同时建议相关预防资讯 在宣传保持手部卫生 对经常的接触表面清洁和消毒等 有证据的安全做法之余 最好也提醒人们 避免高风险的清洁做法 来减少中毒案例产生 消费者也应该继续详细阅读 清洁产品的说明 穿戴防护装备 并避免在清洁时随意混合使用 暗天卫视跟后您编译报道 下面我们把现场交给主持人张霄 一起关注加州疫情速递 欢迎收看疫情速递 我是张霄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面对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以及反分裂国家法实施 15周年等最新局势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张平总领事 于6月5日和南加等地桥接代表 进行了一场网上视频交流会 会上张总领事听取了 侨胞们近期以来 应对新冠疫情的工作汇报 并就各项议题交换了看法 请看报道 6月5日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张平总领事 于南加等地桥接代表 进行了一场空中视频交流会 会上张平总领事 听取了侨胞们 应对新冠疫情工作汇报 张总领事对于侨胞们 永远为祖国捐款捐物表示感谢 他积极评价各位侨胞 为支援美国本地抗疫 向各地政府、医院、警察局等机构 捐赠防护物资 给予中国留学生关心和帮助等一句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 他指出 当前一些美国人 不是基本事实 恶意造谣抹黑中国 这将严重影响中美合作抗疫 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关于香港国安立法当中领事强调 中国人大就建立健全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做出决定 习行使中国宪法富裕的权力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年来 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目前台独分裂势力 不断挑衅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 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希望领区广大侨胞 共担民主大义 继续在促进中国和平统一方面 发挥独特作用 同源共享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视频会议上 各位侨胞就支持中美两国抗击疫情 疫情期间 华人社区情况 种族歧视问题 香港国安立法 及反分裂国家法 实施15周年等议题 发表看法和体会 大家感谢主纪国人民和总领馆 对侨胞关心和支持 侨胞们将立足本地抗击疫情 为促进中美友好 做出更多贡献 汉天威士记者 吕立川 洛杉矶采访报道 由于落线死亡人数减缓 落线持续推进经济恢复计划 预计于12日本周五进入第三阶段 将重启健身房 博物馆 无观众的体育赛事等 其他娱乐像是动物园 水族馆 露营区 公共泳池 娱乐电影制作行业等 也将遵循最新出炉的防疫指南 安全地重新恢复 虽然加州公共卫生局8日公布的最新防疫指南 允许电影院最早可于12日 遵照指南恢复营业 不过落线公共卫生局10日在未解是原因之下 表示电影院尚不能开放 根据卫生局防疫指南 健身房重启后 不管是员工还是健身者 出入都需要戴上口罩 健身房工作人员包括教练上班时 需全程佩戴口罩 卫生局建议健身者在运动时 最好也能遮住口鼻 但不勉强 健身者需事先预约才可上健身房运动 健身器材使用后都需经过消毒 健身设备及泳池可开放 但蒸汽房、温泉等设备还暂不可重开 博物馆、水族馆、动物园的互动展示间 都暂时不可重开 旅馆或短期住宿业者及工作人员都需佩戴口罩 住宿者需接受体温测量 若有疑似感冒症状则不可留宿 旅馆不可在住房内提供杂志、菜单等物品 房客离开后24小时至72小时内需立即清洁 旅馆内的蒸汽房、温泉等设备还暂不可重开 费弱再三强调经过示威游行 逐步重启经济 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不断的增加筛减、追踪病例 以减少医院负担 另外也需要大家配合卫生局遵守防疫措施 财政部长姆努钦10日表示 将考虑在下一轮纾困方案立法中 再直接发给民众纾困金 而且纾困基金也将针对难以重启的行业 包括服务业和旅游业 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库德洛说 目前已经是经济转折点 接下来将逐渐好转 姆努钦在参院小企业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若要持续使经济复苏 绝对需要下一轮纾困方案 包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措施 国会至今已录取通过 三阶段约三兆元纾困方案 包括小企业薪资贷款 直接提供民众纾困金 医护人员津贴和联准会信贷 市场保障措施等 他表示下一轮纾困方案 也将针对遭受疫情冲击严重 重启缓慢的产业进行纾困 特别是餐饮饭店和旅游业 不过他也认为 第四轮纾困切勿操持过急 开店20年对一家店来说 是无数时刻的青春记忆 位于亚凯迪亚市南报的温大道 1108号的顶太风 也是其在美国的创始店 如今这家老店受疫情影响 考虑到店面小人事成本高 宣布从6月12日起永久停业 在20年岁月里 许多时刻见证他从一家台湾来的华人餐厅美国总店 一跃成为米其林餐厅 并在各大主流商场开设分店 如今这家老店宣布停业 不同族裔时刻纷纷表示惋惜 在这里他们度过很多欢乐时光 见证人生重要时刻 如今落幕让人伤感 不过民众仍然可继续去在其亚市西野商场 呈现南海岸购物广场等地分店 去品尝其经典小笼包 哈山达港9日晚间 山火延烧15英亩 险波及华人区山景豪宅 洛杉矶县消防局指出 山火起因或与违规放烟火有关 居民则抱怨 常有附近青年到山中部到放烟火 事禁止标示如无误 从前碍于邻居面子没有报警 往后再遇到的相似情形 一定不打911 6月10日上午 山火虽然已完全扑灭 但仍有数量消防车往起火点洒水 多名落县消防局纵火调查部探员在现场调查 落县警察局警官指出 起火前有民众在山间放烟火 或是此次延烧15英亩山火起火原因 即使目前警局仍在寻找放烟火者 据报道 环球影城步行街开放时间为中午12点至晚上8点 在首次重新开放期间 停车场将免费开放 但步行街入口将实施严格的安全卫生准则 包括在客人到达时进行体温检查 体温高于100点华氏摄氏度的游客将被拒绝入内 游客还将要佩戴面罩 商店也将被要求限制入住率 还将严格清洁和消毒所有高级住点 包括椅子和桌子 根据迪士尼公司的一份新闻稿 市中心的迪士尼区将于7月9日重新开放 由于新冠大流行 这些公园已于3月中旬关闭 据了解园区接待游客的能力将受到限制 较少的客流量有助于预防新冠病毒传播 游客将通过一个新的主题公园预定系统来买票 系统要求所有游客 包括持有年度通行证的游客 提前进行网上预定 然后才能进入公园 迪士尼公司表示 将很快发布更多有关订票系统的信息 美西时间6月11日周四 据OCR报道 位于Costa Mesa的南海岸购物广场中心 将于今日重新开业 目前至少有110家商户参与营业 据报道 因冠状病毒导致疫情大流行 南海岸购物中心于3月16日关闭 该中心员计划在加州允许市内购物中心开业后 于6月1日重新开业 但由于Costa Mesa支持黑人的命 也是命运动的抗议活动 购物中心重启计划被推迟 根据公共卫生官员和顶级工业卫生专家的建议 南海岸购物中心将以业内最高的清洁标准重新开业 商场在6月10日周三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工作包括安装最先进的空气处理系统 实施社交隔离措施 频繁清洗和消毒整个购物中心 这家以高端精品链闻名的购物中心在重新开业后 将会是一个不同的地方 按照适合线的规定 顾客必须佩戴口罩进入 营业时间将会减少 从周一到周六的上午11点营业至晚上7点 周日的中午12点至下午7点 该中心还要求在周一和周六预留两个小时的开放时间 供高危人群使用 大约一半购物中心内的商店将开始营业 据南海岸购物中心列出的一份清单显示 超过110家精品店最初将重新开业 包括梅西百货 布鲁明代尔百货 Nostom百货和苹果旗舰店 欢迎回来锁定汉天卫视卫星频道31.2 每天晚上7点为您带来最全面的疫情消息 接下来请导播将信号切到连线直播间 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专家 曾深入武汉抗疫前线的边勇军医生 为我们解答新冠肺炎康复期的相关问题 您好边医生 那您从这个呼吸到呼吸科的医生的这个角度 为我们解答一下 感谢您今天跟我们连线 那为我们解答一下 我们这个新冠肺炎的患者 有一些是无症状的 那有一些是中症 有些是重症 每个人的症状不同 那怎么样去定义他们的康复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那么新冠肺炎在恢复期的时候 患者因为自身体质的问题 以及病情的问题 他在恢复期的时候 他的恢复的速度 以及恢复期的症状和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 同时还因为不同的医院 他们在治疗患者的时候 医疗压力的不同 以及对出院标准所界定的定义上的不同 这样就会出现一些患者在出院的那个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当病人进入恢复期的时候 他的临床症状的轻重 以及他的肺部影像恢复的程度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差别 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个肺部影像 也就是说肺部的阴影 还没有完全吸收的 或者大部分还没有说吸收的很好的 再一个就是对于恢复期的患者 他存在着这样那样不舒服这些问题的 那么这些病人实际上我们还是需要治疗的 他并不说因为出院以后 他的治疗就结束了 所以说对于这些患者 属于我们对他们进行恢复期治疗的 这样一些个人群 那么这些人群的症状表现 他的原因的就是之所以表现的不同 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 因为医院的原因 自身病情以及体质 这几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定了 这新冠肺炎可以出院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他们什么情况下基本上可以出院 就是说只要脱离重症或者轻重 还是他们已经这个核酸检测 是阴性的情况下 那么在出院着诊方面应该定义上 国内国外在核酸检测方面应该是一致的 首先这个病人应该不具有传染性 他的传染性已经消失了 也就是说在做核酸检测应该是阴性 而且应该是间隔24小时以上连续两次阴性 这样就避免了一些检测误差 以及患者在往外排泄病毒的自身差异方面的 一个因素造成的一些假阴性的问题 这是首先的一个首要条件 那么其次呢 不再有传染性了是吧 对不再有传染性了 第二呢就是根据他肺部影像的恢复的程度 第三呢就是患者的症状 就是临床症状呢至少他的主要症状 比如说喘憋呀 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啊等等 这些主要症状是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那么至于影像学方面呢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 不同的医院呢 因为他的患者的病情不同 和医疗压力的不同 他所定义的标准呢可能会有差异 比如简单的讲 在中国这次在武汉的抗疫过程中呢 那么国家所制定的标准 患者在出院的时候呢 他的肺部影像 既定的标准是大部分吸收 或者说明显吸收 只要和他最重的时候相比较 他的肺部阴影明显的有改善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吸收的很干净 而在部队的那个火山山医院的时候呢 他们因为收治的病人呢 在治疗上呢 他们相对来说资源会更 就更丰富一些 所以说他们在给 所制定的军队版的出院标准的时候呢 他们做的定义 就是患者的肺部影像应该基本吸收 而这一点和地方 也就是我们国家卫健委的标准呢 就存在着不同 我们可以知道当患者的肺部阴影呢 它明显吸收和基本吸收呢 实际上这是我们说 这是还跟患者的病人重期相比较的话 可能还是存在很多差异的 这样呢就造成了不同的医院的出院的患者呢 他们知道治疗的长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说他们恢复期的症状也会出现不同的 那我们出院之后的患者呢就进入到了一个恢复期 那这些患者还应该继续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呢 那有一些患者可能会出现骨骼啊 或者是心脏方面的损伤 那或者有些患者因为长期的卧床啊 造成了这个肌肉的萎缩 或者是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很多的激素啊 抗生素也造成了一些这个身体的机能的紊乱啊 或者很多人也觉得说 在我们经过治疗之后会不会肺部依然有这种纤维化的情况 有一些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那在这方面您觉得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出院的康护患者他们是应该怎么样做呢 那么这次我们在武汉精英谈医院呢 我们在那里一共救治了66天 那么我们所发现那里的病人呢 因为精英谈医院他也有一个特点 因为他是专业的传染病医院 所以说在武汉呢 他收治的都是重症的患者 轻症的患者都收治到其他医院去了 那么这些重症患者他在出院的时候呢 他的临床特点应该说跟轻型普通型病人相比的话 他的症状会更多一点 但即便是这样患者在恢复期的时候呢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存在问题 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简样的调查 大概有60%到70%的人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活动后期短 那么这种情况呢 主要是轻度的活动后期短 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他得病之前能一口气爬到四层楼 不会出现明显的喘息 那么得了病之后呢 他可能一口气能爬到三层楼 但是他不至于说一动就喘的这个程度 患者对自我的这种生活质量的表现呢 也是应该说大部分病人有四分之三的病人吧 都觉得生活质量不好也不坏 就因为疾病呢 对他的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影响 大概这样一个程度 那么其实这种恢复期患者存在的问题呢 主要是有几个方面 最常见的一方面呢 就是患者在得病之后呢 因为他会出现明显的活动后的气短 就导致了患者呢 相对的卧床时间比较长 比如说在金金潭医院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呢 他们平均的住院时间 差不多要有五周到六周的时间 比如说差不多有六周 一个半月的时间 基本上是在医院的这个病床上待着 当然在后期的时候 他可以下地了 但是呢 活动的空间相对来说也局限 那么根据武汉的政策呢 患者出院之后呢 要先到隔离点 隔离两周 出了隔离点之后呢 再要回到家里面 再居家隔离再两周 也就是说 他除了六周的住院时间 还要额外再加上四周的隔离时间 这样加起来的患者呢 差不多就有两个半月 接近三个月的时间 都是在隔离状态下 在室内来住过的 那么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患者 在接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呢 活动量是明显不足的 那么我们说运动就是人体的营养之一 长期的运动不足或者活动不足呢 会导致一系列的肌肉骨骼 以及心肺功能下降了 这方面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长时间的不活动 那么国外其实像有这种专门做运动医学调查的 当老年患者 就是65岁上的患者 长期卧床两周以上 他的肌力以及肌肉的容量会下降16% 这应该说对老年来讲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因为长期的运动不足 出现了一个肌肉骨骼肌的问题 还有呢 长期卧床呢 会导致运动耐力的下降 那么革命之前活动一会期能爬四场楼 那么革命以后呢 他可能肺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但是一口气呢 只能爬到三场了 他的体能下降了 还有呢 就是说在治疗期间 可能会用了激素啊 抗生素啊 导致了他的一些骨质疏松啊 或者肠道菌群纹乱呢 出现了胃肠道的不舒服啊 骨骼的疼痛啊等等 当然了 还有相当多的病人 我们的这个统计呢 大概是有接近于80%的病人 他在出院的时候 他的肺部会遗留不同程度的 肺部没有吸收的这种炎症理影 他没有完全吸收 最后一点呢 就是患者在住院期间呢 因为这个疾病 对人的心理的压力比较大 有的患者呢 还面临着亲属或者朋友去世的 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说他们的心里呢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啊 抑郁啊 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些情况也是需要我们通过 肺康复治疗来解决的 那提到肺康复治疗啊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肺康复治疗呢 肺康复治疗 其实我们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 两个方面 其实广义的肺康复治疗呢 应该说能够促进 或者帮助病人 并且恢复的所有的治疗手段 就包括了药物的治疗 以及心理的辅导 还有就是运动肺康复治疗等等 还有包括营养和适当的休息 这种生活调理 我们所有的这些有助于疾病恢复的这种治疗措施 我们都把它归为广义的肺康复治疗 那么再一个就是狭义的肺康复 狭义的肺康复呢 主要指的是包括了以运动肺康复为主体的 我们让病人去进行这种呼吸操的训练 进行腐蚀呼吸的调节 以及适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运动康复的 一些干预措施 这是我们说用的一种狭义的肺康复 那么这种两种肺康复的这种范畴呢 都有助于新冠肺炎 或者其他肺气疾病的一个恢复的治疗 那我们中医对于肺康复治疗 有没有什么我们的特殊的疗法 或者是新的什么技术 中医对于肺康复的治疗呢 应该说有着它独到的一些特色 首先呢我们说中医的肺康复治疗的理念上 和西医有所不同 那么我们中医呢 在治疗疾病非常强调 叫做三分至七分一样 也就是说呢 我们病后的调养 是我们疾病治疗中的一个主要的环节 再次呢就是我们中医的肺康复的技术呢 那么从一些个理念上也和西医的不太一样 比如说西医在进行运动肺康复的时候呢 它强调的是以运动为主宰的 这样一种间歇高强的运动 那我们中医的这种肺康复技术呢 就也采纳了西医的这一观点 但是呢我们叫和尔不同 我们在它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还强调 我们人的这种康复 不光是这种以运动为主宰 我们还要强调动静结合 那么这种动呢 我们指的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呼吸 我们要处于一种相对平和的 这样一个状态 而静呢我们指的说像 类似于入禅 打坐 气功 这种运动方式 我们外表是静止的 身体的肌肉是不活动的 但是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呼吸调节 这是有规律的运动的 用这种动静结合的一个方式 最后一点呢 那就是我们在对于生活方式 比如说营养调节上 那么中医的营养学和西医的营养学 也是有着一些在 指导理念上的不同方式的 因此呢我们也能看到 一些西医的营养学专家 他在对于我们日常营养的建议上 和我们中医的这个所提出的建议 有些概念上甚至是完全相左的 这样一些状况 这就是和我们的理论指导不同 相不一致所导致的结果 那您刚刚建议啊 就是说我们这些康复的病人 做这个运动 中医的运动是讲 就是说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 那像很多西方的人 他们都喜欢去健身房啊 去跑步啊 去做一些重量啊 那在我们这个新冠肺炎康复者 在康复的过程中 建不建议他们去做这样的 就是强度比较大的这种心肺的活动的运动呢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么在新冠肺炎康复期的这些患者呢 我们也是说需要一定的活动量的 这种我们叫有氧运动 因为这种有氧运动呢 它会刺激我们的心肺功能和骨骼的功能呢 能够得到快速的这样一个恢复 但是呢我们要强调一个量的问题 就像我们中医所使用的这种药物治疗一样 我们说撞火石器 烧火生气 就是说呢我们用这种剧烈的活动以后呢 它可能会反过来消耗我们身体的正气 导致我们出现一些过度的运动疲劳 这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量 我们适度的活动呢 就像我们这个有节律的吃饭一样 它会增强我们的营养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饮食过度 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营养过剩啊 热量过剩的时候呢 这就出现一个没有必要的情况 所以说中医在对这个运动强度的方面 我们一般主张是一个叫次高强度的一个运动量 而西医的一种运动呢 主张的是一种高强度的运动 应该说呢 我们在强度上略微低了那么一点点 让患者的舒适性啊 依从性啊都可以能够稍微好一点 所以还是比较剧烈运动 那中医有一个这个方法叫做劳治法 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劳治法呢 劳治法呢 是我们国家的在清朝时期 在有一个一家呢 叫做陈士多 他在他的这个医书里面 所提出来的一个治疗方法 他就在他的临床当中发现啊 这种长期运动缺乏的人 他就叫酒卧的血质金疏 酒坐呢的骨肉气少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他针对这种长期活动不足的病人 他就提出来一个治疗方法 叫做劳治法 就是要让这些患者呢 就要必要行走于途中 攀缘于岭上 也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们活动起来 运动起来 这样的话呢 把他们这种长期活动不足的这个状况改善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来使用药物才会有效 这就是他所提出来的劳治法的 这样一个观点 实际上就是和我们现在所主张的 这种运动费康复 它是完全一致的 那他有什么代表的这个方剂和方法没有 他在劳治法里面 提出来的这种治疗的方剂来讲 应该是和运动康复 所配合起来使用的 那么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方剂呢 里面就包括了几个方面 既有骨气的比如红蹄啊 枝干草啊 这是普通义气的这种药物 那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四菌子汤 再一个呢 有羊血的当归和白晌 这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羊血的中药里面的四物汤里面的一部分 同时呢 还加入了这种对于因为长期运动不足啊 我们说叫血质金书气质升痰的这样一个状况呢 他采用了陈皮和半下 这是礼气化湿散结的 这样也说呢 是我们在因为运动缺乏所累积的这种运动代谢废物呢 能够及时的排泄出去 那么陈皮半下和黄芪脂肝草合起来呢 实际上有我们说的这种六菌子汤的这个方益就在里面了 当然这里面呢 再加上一些个其他的养血药就配合出来 他所主张的建议的让我们治疗这种运动缺乏的一个康复治疗的方格 那您刚才也提到我们要使用很多中药材啊 也说过我们中医的理念是七分养三分治 那我们就不禁想到了有一些这个中医的食疗啊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食疗对肺康复的会不会说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呢 那有哪些食疗的这个菜肴 或者是吃哪些东西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个患者的康复 那么这种中医营养学呢 它在和西医营养学的差异上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西医的营养学呢 它是以成分为主导的 它一定要看凭你的食物里面的蛋白质的成分 维生素的成分各有多少 然后呢再来指导你怎么样来使用 而中医的这个营养学呢 不光是看我们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就营养结构 比如说中医的营养结构呢 把它分的比较粗旷 它叫以五果为养 五果为养 五书为柱 这个五处呢就是肉类食物呢 作为辅助 这样大概有一个分类 比较粗旷 但是呢它特别强调这种食物的功能 什么叫食物的功能呢 比如说我们同样说 呃 淀粉类的食物 或者说我们说碳水化合物 那么马铃薯的碳水化合物 和我们中药山药的啊 这个这个也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要营养的啊 这样一个这些食材上 它的实际上功效是不一样的 山药呢 我们说怀山药具有鼓中益气 这个这个这个同时有平补干肾的啊 这样一些功效啊 对于缓解疲劳啊 呃治疗这种虚症呢 是有明显的 因为治疗效果的 而土豆啊 马铃薯呢 就没有这个功效 所以说呢 我如果说我们单纯的以食物的营养来做分类的话 我们就没法的去界定它的这个食物的功能性的降业功效 而中医的营养学员呢 恰恰是利用了 呃 我们中医对于食材这个理论的认识上啊 它的这种治疗功能上的一些特点 来对这个疾病的康复呢 来进行指导 比如说呃 这次的新冠肺炎的这个恢复期呢 我们看到它有两大主要特点 一个呢 是七阴两虚型的啊 就舌苔比较少 容易口干 容易出现这个心肯气短啊 这样一些症状呢 我们说叫气阴两虚型的 另外还有一部分患者呢 叫肺脾气虚 家有失着的啊 就是容易出现这种去枇杷无力啊 舌苔是一个白腻的大便西藏啊 或者泛有一些脾胃的啊 这样饮食不利啊 纳叉啊 这样一些症状 那么针对这两大人群呢 我们就分别设立了 针对他们两个人群的一个不同的 这样一个已经就是我们食疗上的建议 那么针对这种脾虚 加湿型的这种患者呢 我们就建议他使用一些像 莲子呀 山药啊 这种大枣啊 这种健脾益气的 这样一些食材 同时呢 配合上 比如说像 藕啊 橙皮啊 这样能够理气化湿的 这样的食材配合起来 他就有一个 从食物治疗上 能够 益气健脾 化湿着的 这样一些功效 而针对另外一种 我们说七一两虚型的患者呢 我们就让他来服用一些像 银耳啊 百合呀 这样一些白色的 能够益气养阴的 这样一些食材 那么实际上对于患者的这个 治疗上来讲 我们就起到了一个 药食同源的 这样一个治疗的作用 那我们除了 配合一些食疗 还有一些运动的 这个方法之外啊 那我比方说像我们有没有一些 可以去学习啊 指导的 或者看一些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的 这样的课程 因为很多康复者 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他未必会做的比较正确 嗯 是这样 我们在运动的这方面来讲 我们说要科学运动 但是我们每个人 对运动的理解不一样 比如说我这边 在门诊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一些慢走飞的患者 我给他们建议 让他们适当做做运动的时候 好 有的患者就会说 我运动啊 我每天都去溜达 我溜达是差不多五公里呢 那我问他你怎么溜达呢 他就说我慢慢的走 有的说我运动啊 我每天去早晚去遛狗啊 那你问他运动的时间呢 加起来可能也就十几分钟啊 所以说我们在运动的这个措施方面 我们强调要有运动的科学性 有效性和安全性 这三点来讲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啊 如果我们一味的去做运动 不注意运动的科学性 那么出现了一个活动后的运动损伤 出现了膝关节的损伤 肌肉的拉伤 以及我们知道每年跑马拉松啊 都因为有心脏功能这个问题啊 出现猝死的这样患者 这都是不适当的运动啊 所造成的一些个运动损伤 其次呢 如果说我们运动量不足 就像那个每天去遛狗啊 每天慢慢的去散步的人来讲 他的运动达不到一定的强度的话 那么他运动的效果啊 就会体现不出来 这就是运动的有效性啊 当然我还需要强调运动的安全性啊 就是结合起来的 所以说我们针对患者在运动当中 容易出现的这些问题啊 我们广安门院呼吸科呢 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广安呼吸的微信公众号啊 那我们在这里呢 有我们专门的一个从事传统武术专业的 一个物理治疗师啊 来他制作了一些相关的运动康复视频 他会针对不同的疾病啊 就是患者不同年龄段的患者呢 给出相对不同的建议啊 那么每一种那种锻炼康复的方式呢 都有一个从低级中级和高级的啊 不同的一个层次的一个分发 这样呢 患者呢 他在康复的时候呢 他可以来来观看这些康复视频 以及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所介绍的啊 这样一些个康复的小知识啊 他可以通过这样方法来讲 来对自己的这个自身情况结合起来 来采取一些适当的适合于他自己的啊 康复方法 那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福利啊 让我们也跟随专家专业的指导 来有效的更好的康复 不要盲目的自己啊 再去做一些运动啊 反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损伤 那在这儿您有没有员医生有没有对我们这个广大患者和这些在预防新冠肺炎的朋友们的一些建议呢 希望他们要做到哪些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在防疫防控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好呢 嗯 过度的工作疲劳出现了一个过度体力消耗的这样一个状况啊 那么其实这种呃过度的疲劳以及呃睡眠过少啊 这是导致我们免疫力下降的啊 这样一个因素啊 中医也认为呢 这种过劳则豪气啊 那么呃睡眠过少呢 就会导致我们的阴血不足啊 所以我们正气损伤 所以说我们在呃预防新冠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充分的睡眠 适当的运动 同时呢呃要避免过度的疲劳 这是保护我们身体正气的呃一个养生的方法 那么其次来讲呢 那么还是说防护啊 防护我们说呃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呃在中国地区啊 在武汉的疫情呃迅速控制住之后 那么呃反弹的力度非常弱 当然了这和我们呃国家采取的措施有关 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 国内啊 现在14级人 几乎全民戴口罩 所以说这种口罩的防护 以及手卫生啊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这一点呢也是我想呃 从个个人的这个呃 观点来讲可能也是和呃 这国外啊 某些疫情控制不太好的国家啊 他们在呃呃 个人的这个防护方面强制措施不够啊 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我想呢 注意到这两点呃 科学的防护 科学的养生啊 那么我们对于预防新冠来讲啊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嗯 感谢边医生今天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 也希望我们所有呃 曾经得过新冠肺炎 现在正在康复的患者 以及呃 我们正在防疫防控的民众们 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次疫情 感谢您今天为我们的解答 那谢谢您用门连线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